還有一個我一起講好了 就是請大使一起說 就是拉夫羅夫在上河外長會之後 很特別 他特別點名了蒙古 當拉蒙古一把 說蒙古應該成為上河組織 下一個候選國 他說只要看一下地圖 就發現蒙古的地理位置 跟上河地緣是有機會結合的 補充一下 上河組織 我們看到成員國在這裡 中國 俄羅斯 印度 哈薩克 塔吉克等等 中亞國家等等 那蒙古在觀察員的位置 一呆呆了20年 俄羅斯有機會要拉一把是不是 你先來看一下 我要先問介大使 今天這個東西看了 我覺得有點特別 澤倫真的會讓這麼大的步嗎 我想澤倫他基本上 他在這個和會裡面 這個和平方案 就是這個和平會議裡面 他扮演的角色 基本上自主性是有限的 我想這種叫多邊外交 基本上都有一個主導的國家 我想這一次的 這個多邊外交裡面 還是美歐是主導的國家 那他們最後一定在開的時候 他一定要考慮到就是說 什麼是這次會議的成果 這個成果很重要 那你如果說你提了太多案的話 到最後都沒有達成的話 這個會議就變成就是 就是怎麼講的 空的 就是失敗的 那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議題管控 一開始的時候 這次就是說辦這種大型國際會議 他現在議題管控 然後這些很多是怎麼講 是台面下的協商 所以這個國際會議看起來 你表面上其實他這個台面下的協商 是非常密集的高密度的在進行的 所以我覺得既然烏克蘭 他基本上他只是 他不是主導的這些會議 我覺得是歐美國跟歐盟 兩個在主導這個會議的 那這個裡面的話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議題的管控 讓哲倫斯基沒有辦法照他自己 單方面想要找我要這麼多 我要那個我要那個 人家不會同意的 所以這是個過程 在國際會議上其實是蠻正常的 不是你一方面你想要如何的 最後還有就是說他也要 這些到最後要表決的時候 你支持他還他支持他 對不對 這都是有很多的這些 這些議題的交換 那你如果誠意過高 最後被人家否決 那這場會議就很難宣告是成功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從會議的角度來看 那這會議本身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不是一定要中國大陸參加嗎 中國大陸立場蠻清楚的 俄羅斯參加就參加 可是這些主辦國 是不要讓俄羅斯參加的 所以這場會議到底會有 什麼樣一個結果 其實在沒有這個 雙方當事國都參與的和平會議 其實在我們國際會議 在我們這個國際政治角度上 它不算是和平會議 和平會議你一定要能夠把這個 爭端當事國雙方都帶到 談判桌上 最後就是單方面表述 那你這就沒有意義了 意義就不大 所以俄羅斯不參與的話 這場和平會議基本上 是就是說獨角戲 這個國際紛爭一定要當事國都到 這種會議才有可能 才會看到一個比較具體的答案 要不然你就是怎麼樣 那你是整個團結 敵對陣營 這個時候針對一個敵方 進行一場怎麼樣 一場結盟式的對抗 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說 從我們對和平會議的角度來看 這個會議的這個 它的名稱都取錯了 它不是和平的 那更不是最後的像維也納和會 像日內瓦辦過很多這些和會 維也納和會 那向來都是雙方都 雙方 雙方 雙方針對國都在 對 沒有邀請俄羅斯 所以普丁到了這個白鱷嘛 另外你怎麼看他簽署了這個總統令 這會讓這個美國態度有所轉變嗎 我覺得他基本上是開到 開一個綠燈啦 後面他會慢慢來的 因為前一陣子上個禮拜 我們才看到俄羅斯的法院 通過一個裁決 他讓這個德意志銀行的 大概兩億多美金 他是凍結了 那事實上的話 他從凍結到末收 這個還有一個法定程序 我覺得他基本上是 開了一道這個綠燈啦 那其實西方國家 對於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也沒有完全開始開始使用 因為這個都是雙方還在怎麼樣 還在這個博弈當中 那其實最大的資產 俄羅斯最大的資產 外資存體大概兩千多億 現在放在布魯塞爾 那個並沒有 這個歐盟並不想去動他 因為相對的話 他們也不想損失 在這個俄羅斯的財產 這些財產 因為事實上國際法的話 你如果是交戰國的話 那你是可以做這種行為 可是問題 你這些國家也沒有直接 跟俄羅斯宣戰啊 你不可能 你今天歐盟的國家 美國你有跟俄羅斯宣戰嗎 你也非交戰國啊 那你做這樣的事情 才國際法上就是不合法的 你單方面的這種好 那俄羅斯它是用報復的手段 從國際法上你可以相對程度的報復 對 可是美國跟歐盟的做法的話 那是不符合現在國際法的規定 你不是交戰國 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但俄羅斯簽了就會執行吧 我覺得會執行啊 就是說我覺得它也是一步一步的 不是說全方面的 你現在這些資產 你要不得了啊 你現在這個 比如說麥當勞的資產 對不對 它在全俄羅斯有多少店 它現在是怎麼樣 它是賣掉了嗎 還是如何如何 暫時處置 這些都不是講得很清楚的 你比如說Mercedes-benz的 在俄羅斯的這個工廠 那現在它關閉 可是它會這麼段時間找到買主嗎 對 但是至少簽下去 就是有個法源依據嘛 他有個法源依據 進可攻退可守 我覺得它有政治意涵很大 對 那法律它是開綠燈 開綠燈並不表示立刻就會執行 上合組織我覺得非常簡單 就是蒙 這個上合組織1996年成立了 現在已經快30年了 蒙古一直是三個觀察員之一 因為九個成員國 13個對話夥伴國 那蒙古一直是這個所謂的觀察員 其實上合組織主要講的就是 中俄之間在尤其 這個過去變成 中國俄羅斯間中亞 這個中國大陸當時是四位後門的 這個整個的這個 當時是前期生 他主動提出來的 所以這是中國提議的一個區域性國際組織 完全中國大陸 而且它裡面使用的語言 官方語言是中文的 上合嗎 上海嗎 上海合作組織啊 那它的秘書長都是中國大陸籍的 然後呢 這個秘書處也設在中國大陸 那所以是中國 那我們以前提過就俄羅斯對中國 在這一次普丁完全東望之前啊 他打下了好幾個釘子 對對對 制衡中國的對中國的防備之心 蒙古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 那蒙古呢 基本上能不能加入上合 完全看俄羅斯同不同意 俄羅斯對蒙古的控制是從清朝末年蒙古 孫中山革命成功蒙古宣布獨立的時候 蒙古就落入俄羅斯的控制到什麼時候 到今天 所以俄羅斯這個蒙古要做什麼 要重大決定 完全看俄羅斯 那現在拉夫羅夫意思就說 我叫你去加入上合組織 這是中國大陸主導一個國際組織 所以這算是對中國的更多的善意嗎 這是俄羅斯對中國善意 可是我的感覺是 其實是中國大陸提出要求的 也就是順便把這些好 我說過嘛 就是蒙古 北韩 越南 這個印度 還有整個中亞這些後門 這些中國大陸 現在趁這個機會把它鬆動掉 你知道上合組織 他現在他原來 他最主要是藉著反恐為名 然後進行了很多軍事的合作 每年的軍事核很多 而他現在的議程又擴大了 他不但有軍事議題 還有經貿議題 還有財政議題 還有什麼呢 還有文化教育議題 這怎麼來做呢 他就變成他舉行很多會議 上合的年度財政部長會議 他就他自己的合作的監察 所以他不斷地在充實跟擴張當中 對 監察史這樣講了之後 講這個背景大家就懂了嘛 所以表面看起來就是蒙古跟俄羅斯的關係 但中間其實中國的因素很重要 尤其在目前背靠背的情況之下 這可以看得出來 俄羅斯拍板定案 可以了 蒙古可以加入 homme 還 ener patiently 像고요 ruct